在松山馬路中段由一條短路叫白頭馬路 由加斯蘭馬路和約軒邪行交界 去到卓宮廷和東望陽酒店的路口 全長大約200多米 白頭馬路這個街名 隨在於同一條路上的白頭墳場 提到白頭墳場 就必須介紹一個神秘且陌生的宗教 就是索羅阿斯德教 在華人地區俗稱白頭教 公元前六世紀 索羅阿斯德創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宗教 因為教義關係 又被稱為拜火教、天教等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 在葡萄牙人的引領下 索羅阿斯德教隨著絲綢之路再次傳入中國 大批教徒輾轉來到澳門經商和生活 隨後逐漸遷徵到香港 索羅阿斯德教在澳門傳播的時間不長 留下的遺跡也不多 只有這個憂心的白頭墳場 還可以被人逆愧其貌 白頭墳場是索羅阿斯德教信徒的武員 由於他們用白布包頭 所以在環地區又被稱為白頭教 白頭墳場也是因為這樣而被命名 墳場是1829年啟用 裡面只有十四座的官式武衆 它的歷史都超過一百年 由於索羅阿斯德教沿用天壯 所以這些官務並沒有安放著先人的遺體 也沒有放置骨直、骨灰等等 只是屬於紀念的性質 白頭墳場的入口處即有石階 原級以下是幾層墓地 而且順著松山的山崖 建有兩列朝東併牌的西式石鑊 在民居和墳場間畫出清晰的界線 大門上也刻有四種文字的門牌 除了中英文之外 也包括索羅阿斯德教的波斯文 和印度文 墳園內樹影陀梭 環境靈密縮嚴 曾經又被稱為白頭花園 白頭墳場以前曾經開放給公眾 但澳門傳說索羅阿斯德教信頭 已經逐漸遷往香港 打理墳場者和他們的家屬都已經搬遷 墳園內的石棺部門青苔 目前更以重溫深所不對外開放 白頭墳場是澳門近有的索羅阿斯德教遺跡 是1992年被列入澳門文物名錄 印證了澳門宗教的多元化 和民主口表索羅阿斯德教並 三雅 所有人聯益